越境期间呢 一般咱们不建议注射这个宫颈癌疫苗 因为注射宫颈癌疫苗之后呢 有一部分人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反应 比如说注射部位的红啊 肿啊 还有有的病人会觉得会疼痛啊 然后还有呢 病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低热 头晕呀 恶心呀 乏力这些症状 有一些病人的月经期的反应 也会出现这些轻微的低热呀 头晕呀 恶心 乏力这些症状 你如果在月经期注射的话 你就分不清楚这些症状 是因为注射宫颈癌疫苗所导致的 还是因为你自身这个月经期的反应 就会打扰了 咱们儿的病人会说 你不信心呀 这个症状 你不信心呀 这些症状 我们的症状 那边是大症状 听不知心呀 这些症状